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这访问到的是 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主席 张晓燕博士 那么他自己呢 也有他的科技公司 专门为美国政府 提供有用的数据 进行智能决策 那么现在呢 其实您对数据这方面 非常的了解 刚才在您的演讲中提到说 现在对于华人的数据的分析 来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对华人的数据吧 跟这个亚裔人一起 也现在都已经引起 美国各方面的重视 因为我们是增长 最快的一个族裔 那么现在呢 这个变化 这个等于是 它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是在美国 对军后美国几十年 整个政治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 必须要重视这个事情 而我们华裔包括亚裔呢 我们常常不太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太参与 就是有点这个过客心态 所以现在我们想通过数据呢 让我们的华人知道 现在到我们要参政的时候 要进入的时候 而我们会对美国的整个将来发展 起我们的作用 您说到这个就是 现在数据到了一个程度 你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 现在您这边的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这些华裔在美国呢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华裔 一个是人口增长非常快 这是很大家都知道 增长很长快 再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华裔在教育方面 要超过很多其他族裔 我们在收入方面 还有我们的就业这方面 我们高科技就业都比较超过 这是我们的强点 但是我们的弱点是在于 我们不太参与 我们就是说 反正要别的族裔去做 我们倒是就跟着一块走就好了 但现在实际上 我们应该到了时候 应该考虑到 我们比如说 我们知道 由于我们收入比较高 所以在我们虽然只占美国人口很小一部分 但是我们的交税 是超过我们人口比例的 那这种情况 这种超过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亚裔来讲 我们现在知道 因为一般人口人数 都用亚裔来算 亚裔是占美国人口 大概百分之五点几 但现在我们的交的税的时候 是占美国的七点一 那实际上是完全大大 超出我们人口比例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 已经做了这么大 这是一个power of a purse 我们有这种消费能力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参与 应该参政 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而且美国这个国家 它是个多元社会 而且正在越来越多元化 我们必须要参与 不参与的话 你就不能发声 人家不能 能不能让你知道你是吧 那我们就没有做出 应有的贡献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为华人争利 为亚裔人争利 实际上也是跟美国的 总体力是一致的 美国精神就是 兼容各个民族 而这就是美国这么伟大 就在这个地方 您刚刚提到一个 就是说现在华人 就是亚裔占了美国的 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几 是吧 那在这个五点几当中 华裔的比例是百分之多少 华裔大概占其中 百分之二十六到二十七 也就是百分之 大概一点七个 就是说大概是 对可能说是百分之二 那么这个数字是多少 多少数字呢 比如百万千 这个华裔人口 现在基本上将近五百万了 五百万了 那么在整个亚裔 整个亚裔 争口在美国是两千多万 所以我们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几 这样 这个我觉得 刚听您做数据分析 却真的比较有趣 我们也从您这的 这个专家这边的 多了解一下这个数据 而且明白这个数据 对我们来说的 究竟意味着什么 您刚讲到说 华裔在美国占了不到百分之二 一点七的这个比例 那么最多的人口在什么地方 大概的这个收入 在什么样一个level呢 当然最多人口现在还是在东西两岸 加州 加州是一大块 还有纽约这边也有 但是重要的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展示的地图 就是现在在各个 美国的这个各个领域 现在原来都已经开始 我们当然说 我们用的这个比例是 百分之零点五 这样的人口比例的情况下 那么所以就是华人 不光是在像过去那样 历史上都是东西两岸 现在我们中部 在南北北部都开始 有点多的华人 所以我们在美国社会的这个地位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形象 提高我们的地位 就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数据 我觉得在美国这个社会 现在是 if you don't know your number you don't exist 是吧 它是个数据驱动的 data driven society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清这一点 让做好准备 您觉得说我们看清这一点 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的准备就是 一个是参政意识 我们要准备 其实我们华人都在各个领域 都做出很多结束的贡献 所以本身我们是能力是摆在那 但是我们不太参与 我们觉得就是 至少个人至少 自家门前雪 不管他人马上装 这种思想是一种不对 没有真正理解美国社会 美国民主是说 你可以改变 谁都可以改变 但是you have to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be you have to 自己去以身作则来做 是吧 要参与 不参与你就不存在 我们不vote it doesn't come if you don't vote it doesn't come if you don't know your number it doesn't exist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know our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know our heritage know our data know our right 还有know our duties 你才刚才说了一个 在这个时刻 就这个时刻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要扮演的角色 和所承担的一个责任 你觉得为什么 是在这个时刻呢 你觉得现在 整个全美国来讲 这个时刻代表着什么 因为美国即将就要进入 一个真正的多元社会 在二十年之内吧 二三十年之内 美国就会变成的 美国的白人 美国就会变成 没有一个主体族裔的 这么一个社会 所以这种情况 实际上是给所有的 minority 这个少数民族 都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遇 我们必须要 包括中国的 这个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抓住 这个机遇 要在 而这个机遇 不能在这儿等 我们必须要 自己就做好准备 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是 就要做一些基础设施 基本的 infrastructure这种建设 empower我们整个community 比如什么 比如像我们做的 这个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ve heritage map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过去 要知道我们华人 在美国的经历 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还有就像我们现在做 这个叫 Chinese American 这个wellbeing infographic 用大数据 把我们的跟其他族裔 跟美国全社会 跟黑人 跟西班牙人 跟这个白人 跟整个美国 这个 generous community copy whole population 都形成一个 给我们一个比例吧 使我们形成一个 perspective 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 这个 所以我们应该是 全面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那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数据 所以各方面都要知道 而且还要不断地 继续地要把它 更新这些数据 然后继续地观察 这个数据 我们看到 我们在美国社会 是一步一步的 是吧 走向 一个这个美国主流社会 我觉得我们现在 已经要超越 就是说只被美主流社会 认可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 好像是model minority 对 我们将来 我们 no longer satisfied just being recognized as a model minority 我们应该是 part of mainstream help define what mainstream is 你说 help define what mainstream is 那对你来说 你觉得 what is mainstream 主流到底是什么呢 对 我们过去历史上 总觉得 好像美国主流 就是白人文化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主义 都会 美国文化 是个世界文化 是一个各族裔的 共同文化 所以我们要把 我们中国的元素 把我们中国的基因 和我们中国的传统 好的传统 也要带进美国文化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不光是 所以也就是说 become American does not mean to become white very important distinction 我们要become American 就是我们要make our unique Chinese American contribution 然后我们 become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和American mainstream 你说这个 become American 那么 Chinese American 你觉得最主要的 signature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 我们 Chinese American 我们不光是 有很悠久的历史 我们有 我们的文明和历史 而且我们 有很多这种 在各条战线上 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们有特殊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中国文化 元素本身 就是一个融合 中国一直是 一个融合文化 希望 是吧 孔子就讲 是吧 这个 几所不欲 务实一人 我们是一直就开始 从中国文化的根基 就是讲 要世界大同也好 是大家走到一起 是吧 为整个人类贡献 我觉得这种精神 实际也是美国精神的实质 也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把大家包容进来 大家一起共同 只有说 现在就是我们走向 一个世界文化 在世界文化当中 其实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都有它自己的贡献 我们中国人 也应该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 同时我们在美国 这个环境当中 是个非常好的环境 因为它这个民族 美国的最伟大的 就是它包容了 兼容了各个世界 全世界各国的文化 所以我们在 所以说美国在这个意义上 是我们人类的希望 不光是说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觉得 华人也是应该其中一部分 您刚刚讲了 这个就是中国文化里面 这个包容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是就算 己所欲施于人的时候 不见得被理解 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是很想要 我相信有很多华人 其实是比较主动 和积极的 那么但是己所欲 他去施于人的时候 也未必被了解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怎么去沟通 你觉得 从你的数据分析里面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我觉得我分析了美国各方面社会 我发现有一个 当然我是从中国大陆来 所以我们受到一些 中国那个传统思想 影响比较大 我的感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 比如我们在中国的 我们的政治领域里边 就中国的各种团体当中 我们有一种习惯性思维 就认为 求同存异 就已经是在中国政治当中 是最高境界了 我能够求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在求同存异 这个口号背后 还有半句话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 总是想要让别人 还同意自己 对 使自己 对 所以求同的背后 所以我觉得 我到美国以后发现 其实美国的政治 和美国文化当中 有一很好的一件 我们应该学习 就是说 要超越求同存异 怎么超越求同存异 我们要做到 互义寻同 要首先保护义 义是好事情 美国这个国家 它就是一个diversity 所以它diversity 是它的strength 所以我们要强调保护义 义是永久的 同是展示的 所以我们都在 保护大家不同的情况下 然后来寻找 我们的共同利益 共同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说 中国政治当中 常常有成王败寇 你输了 这个loser 是always in the run 是这种想法 但是我觉得 美国这个政治 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我们应该学习 就是说 没有permanent There's no permanent enemy So no permanent friends 没有永久的敌人 也没有永久的朋友 只有共同的利益 也没有永久的赢家 也没有共同的利益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团结 绝大多数人 而且我们才真正融入 美国社会 你怎么去跟黑人 去讲求同 人跟你就是不同 但是我们有共同利益 我们在 Civil Rights上面 我们支持黑人 黑人也支持我们 我们都为自己 所以说 我觉得把这个意义 想通了以后 我们要超越 就在哲学思维上 要超 要有一个升一级 要突破我们传统的认为 好像是 就是最高境界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样的话 可以把整个华人社区 把整个将来 亚裔社区都团结在一起 用这种互义 寻同的思维 也就是说 Protecting the difference while seeking the common interest 而且美国的社会 正是在这种 互义寻同的模型当中 是在不断前进 当然有些人 可以经常跟我说 说你这个思想不对 你看美国 做什么事都那么慢 什么都做不出来 你看它这民主 虽然好 什么是搞个移民法 十年都搞不下来 但是我要跟他们讲 我说从数据上来看 从整个历史来看 美国你看起来 好像某一个具体的决定 它做得很慢 但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 才三百多年 不到三百年的历史 已经从一个贫穷落下来 一跃而成领导世界国家 你说谁更快 我们几千年历史 到现在来比 美国在领先全世界 对不对 所以美国看起来 好像在表面上 它这种民主方法 这个过程 但实际上 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的确实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你刚刚的观点 非常好 就是说先保护意 就护意 保护意的情况下 再去寻找共同点 那么现在对 其实美国 尤其是在这次大选之后 我们现在新的 现在的现任的总统 当任以后 其实对国家来讲 造成了一些的分歧和分裂 对吧 那么真的我觉得是分裂 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在这里面去 护意存同呢 对这个我们总统来说 我的看法实际上 是我们是 这个国家现在面临 一个很大的 divisive的situation 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而且我们特别是 移民的后代 比移民更考虑这问题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我还是比较相信 美国作为一个制度 Funding Father 当时他们定出来制度 这个制度还是很伟大的 我相信这个 即使有像川普 现在这种人出现 就是说我们就不同意见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一种民主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美国人民自己 团结起来 是可以找到 他们自己解决办法 我相信这个制度 我们看美国的 这个民主制度吧 不能光看结果 我跟很多大陆来通过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大家有这个意见 说你看美国这个民主制度 你看怎么把选出一个川普这样 这说明他制度有问题 我说这种拿一个结果 来判断一个制度 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一个制度 一个民主制度 它最大的 民主的真正的好的地方 不是在于 它一定保证能选出最好的人 它的问题就是说 我给你选择 给选民有choice 一个candidate one candidate you have no choice 这就产生dictatorship 但是你两个candidate 你就有choice 最后的选择是people 也就是说我们人民 可以把它选上去 也可以把它选下来 这是美国制度的 真正的亮点在这 所以说一个民主制度的 这个真正的区别 和我们中国的大一统 或者专制制度的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个人认为 民主的真正的要义 不是只有少数负重多数 民主真正要义 是保护少数 允许少数派存在 而且永远有翻牌的机会 只有当少数派有翻牌的机会 这一点才是对独裁者 想利用暂时的民众的热情 就想搞独裁的话 他不能成功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少数派永远有翻牌的机会 我觉得这才是美国 这个真正的这个 这个权力制衡啊 这check and balance 它这个制度的真正伟大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还是相信美国制度 尽管我们对先知呢 有很多地方都是不满的 是吧 我觉得您这个话题 我可以专门另外一个去分析 可以讲得很深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 到这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Innovation Dialogue 那么对于创新这两个字 如果您用一两句话来总结的话 那会是什么呢 创新的话就是说 要敢于突破我们传统的思维 我觉得我们常常不能创新 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 没有能力 是我们的自己把自己矿住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吧 它都有一个 我们每个人的 人的思维很有意思 一方面呢 你要没有一个框架 我们一般英文叫做 frame of reference 比如说 你要没有这么一个框架 你没法思维 你没办法 你不能 但是有了框架以后 又常常我们的故事另一个 就把自己就自现这个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够突破思维的人 就是说他既知道 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理性 很完整的思维方式 同时要知道 敢于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方式 我们中国人也是像在美国政治 我说我们觉得从一个互议形同 走到 求同存异走到互议形同 就是一个思念上 理念上的突破 而我觉得 UCA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 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于 成为一个thought leader 我们要帮大家想到更深的东西 更深的 这样才能推动整个华人社区的发展 这个thought leader 意见领袖 或者说思想的领袖 你觉得现在最需要去大家去改变的思想是哪个 就是我们应该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就要认识到华人社区吧 我们在 我们要fight for our own interest 但是我们中国社区 华人社区的最大利益 实际上要想到 是跟美国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 我碰到很多我们同学 我们朋友 大家都讲到了这个美国以后 受到一些歧视 受到一些被不愉快那些moment都有 每个人都有 包括我自己也有 但是我觉得呢 我们要看短 看懂了美国历史以后要知道 其实那些moment 我们应该把它叫做是 它并不符合美国精神 所以我们应该把那种moment叫做呢 an American moment 但是我这样鼓励大家去想一想 我们到了美国这个伟大国家以后 包括我自己一样 我们也都有很多那些American moment 你会感觉到你被融入 你被尊重 你虽然是个外国人 你虽然是第一代移民 你也可以在这实现你美国梦 像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是美国精神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想一想 美国的这个我们的American moment 不要进去想那些 纠缠到那些我们那个an American moment 然后我们要学会美国的这种民主制度 来改变我们那种歧视 而且这种歧视实际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存在的 我们不应该说 就光说美国 相比之下美国比其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方面还要好得多的 还要更包容的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 Sought leader 应该想通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想通以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Chinese 我们也是Chinese American 但是最终我们是American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利益 实际上是和美 American的利益 是相同的 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情况 你会理直气壮去参与 去发声 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太好了 您这几个 我觉得有几个特别好的point 我们却真的是 就是我们要互义存同 而不仅仅仅是说 求同存异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去遇到的一些 你不愉快的moment 那是An American moment 但是很多时候 你要看看你的American moment 也就是说 我们要时常的数算自己的恩典 对 我是个基督徒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常常所算自己的恩典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